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波蘭你覺得他是不是變得更加的狂妄呢 他們的總統居然透露了 已經向美國提出 在波蘭部署核武應對二方威脅 但是美國的態度當然顯得相當的保留 那這又是為什麼 那波蘭是真的變狂妄 更加大膽了嗎 那不怕變成俄羅斯的目標嗎 烏克蘭俄烏的衝突中 烏克蘭是最積極方支持 波蘭是最積極方支持烏克蘭的 而且這個在過去 他們也有歷史上領土上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對俄國人來說 他認為波蘭對於烏克蘭 也有領土的野心 特別是烏西這個部分 因為在過去烏西這個部分 它確實有一部分是屬於波蘭的 那是二戰以後 那麼在切割的過程中 那有些地方是割給德國 有些地方是割給烏克蘭等等 那波蘭本身目前來講 你可以看到他對二十四列大戰的賬 算得很清楚 最近都在算 向德國要求更多的賠償 那現在的情況是由於波蘭過度的介入烏克蘭 俄國在這個地方的動作 其實是表現出他相當有可能會跟北約打一場仗 因為他如果跟烏克蘭爆發衝突的時候 就激起北約必須要啟動他的第五條的集體防禦 的這樣的一個措施 那問題就在於你相不相信普丁敢不敢用核武 所以我覺得在這樣的一個情境下 對波蘭來說 他當然要求美國趕快部署核武到這邊來 美國怎麼可能部署核武到波蘭去 美國把核武是放在德國放在土耳其 可是他不敢把他放在波蘭 他放在波蘭的話 那會給北約跟俄羅斯 那麼發出更大的一個警告 所以我覺得目前來講 俄羅斯這樣的一個做法 其實就是給北約相當大的壓力 也就是說俄羅斯已經不排除跟北約 發生軍事衝突 提高這個彼此之間的戰爭 我覺得三戰目前來講 大家估計是越來越有可能發生 朝鮮這邊開一個口 歐洲這邊再開一個口 那也就是不只是局限在烏克蘭了 你北約部隊要不要回訪回來 因為北約原來都是在支援烏克蘭 現在要不要回訪回來到波蘭 甚至到立陶宛 如果哪一天 那麼俄國的戰機 已經進入波羅的海三國呢 那你北約是不是又要往回撤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戰略上的一種牽制 所以朝鮮的半島越來越緊張 又吸住美國在這個太平洋的軍力 然後在波蘭或是在立陶宛這邊 再挑一個口子的話 又吸住美國的軍力 這個時候美國將會非常的疲倦 美國緊盯著台海的局勢 那麼請教韓冰了 華府的智庫全球台灣研究中心舉辦的年會時 AIT主席莫建 重申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 博爾說原始的文件明確表示 如果有人企圖以武力改變台灣的地位 美國必須有所行動 台灣關係法清楚提到 封鎖是脅迫的形式之一 這是他說的 不過美國真的有能力嗎 美國的海軍太平洋艦隊司令帕帕羅上將 他就說如果中國對台實施海上封鎖 我剛剛講封鎖嘛 那如果中國對台實施海上封鎖 不但美國本身就有能力突破 盟邦也有能力突破封鎖 美國在彈藥火力數量在關鍵的領域 是都有優勢的 真的是這樣嗎 那但是美國真的能夠打所謂的持久戰嗎 請教一下韓冰你們的意見 我們如果以總體量來看的話 美國確實在彈藥火力數量 是有優勢 可是問題是戰場不會是在美國家門口 現在戰場是在大陸的家門口 那當大陸在家門口 在大陸的家門口的時候 你確定美軍會在這邊 享有彈藥火力優勢嗎 我覺得光是數量啊 實際上這個 太平洋艦隊司令他自己都講啊 他說他的前一句話講的其實是 以目前解放軍的 不管他在船艦的數量 還有他整個整個的戰力來說 還有武裝的先進程度來說 他當然有能力可以封鎖台灣 其實他講的是這一個 然後他說美國可以突破封鎖 但他講可以突破封鎖 並不代表他就一定會來突破封鎖 這是兩回事喔 所以我覺得當然這個 因為他畢竟是太平洋艦隊的事情 他必須要 他不能給自己繞鬼 一定要講自己是有某種能力 可是問題是他沒有告訴你 他突破解放軍的封鎖 我到底要花多久的時間 然後你的損失到底會多大 他都沒有講 那這個損失如果大到0的程度的話 美國會願意做這樣的事情嗎 那實際上美國的戰略部署 就已經告訴你非常明白了 他現在把他的主要戰略部署 部署在關倒 就表示第一島鏈 已經不是他防衛的中心了 表示他認為在第一島鏈 跟中國大陸做 做one by one的這樣子 直接火力火拼 他可能會處於不利的地位 至少對他來講 他的損傷是比較嚴重的 所以我個人覺得 這個只是講講的說法 只是壯膽的一種說法而已 其實我覺得如果有人相信這個東西 那恐怕台灣的未來會很難看 不過現在紐約時報是以 美國要將台灣變成龐大武器庫為題 就是說美國打算要把台灣變成 具備有充足的武器 可以抵禦共軍的豪豬 那解放軍最近對台的海空演習都顯示 中國可能以封島作為攻台前奏 台灣得自力地撐到美國或別的國家來介入 那麼有華府的智庫研究員就說 美台得拉長台灣可以自行抵禦的時間 以免中國輕易地實現 繼承事實的戰略 好吧 所以要把台灣變成一個武器庫 我請教一下賴老師 怎麼樣把台灣變成武器庫 那一個變成了武器庫的台灣 會是一個什麼模樣呢 第一個我們的問題是賣給台灣還是送給台灣 那些武器 那是哪一個國家生產製造 是美國生產製造 是賣給台灣還是送給台灣 看起來是要賣給台灣 對啊 所以等於是要把台灣人民的血汗錢細光 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是哪一種武器 哪一些武器 然後第三個問題是誰來操作 然後操作的時候要有相關的輔助設備 例如說GPS 那以現在中國大陸的能力 可以封鎖你的GPS 它還可以打電磁戰 癱瘓你的整個電力設施 因為一般來講 核彈在空中一些引爆 它事實上都可以癱瘓這個區域之間的 一些這個電站的一些設施 那另外一個部分裡面 您剛剛提到了 那哪一種武器是機槍 還是手槍 還是手榴彈 還是迫擊炮 還是火箭彈 還是說那個疫情你也背一把槍 以後乾脆這樣子 我覺得我們剛剛在節目之前的時候 我們有在開這個玩笑 疫情就是說 那這樣台灣充滿了武器庫 那武器庫要藏哪裡 之前就有說 可能會放在警察局 所以您是拿身分證 還是拿健保卡去警察局領武器 像領口罩一樣嗎 那每個人就領一把 那如果是黑社會的剛剛好 如果我今天是混帮派的 我正愁買不到槍 那你剛好給我槍手榴彈 我剛好去搶銀行 搶超商 那還滿開心的 那還得要先練習 怎麼使用對不對 因為我們各個都要當 像以色列一樣的女大兵 那我們有那麼多的訓練場 然後您覺得要訓練 您到能夠作戰要花多少時間 不知道 所以這個簡直是 你可以看出歐美人 尤其是美國人他們的壞心場 你想想看 一旦形成武器庫以後 這些武器庫是不是一定 被攻擊的對象 如果放在警察局 警察局是不是變成 那被攻擊的一個對象 那些警察包括武器人 他每天跟武器 睡在一起 生活在一起 那個提心吊毯的 然後一旦變成被攻擊的對象的時候 那些人是先死 周邊的一些人先死 重點是 警察局幾乎都在人愁密集的地方 對 都在居民點 是 那你這個美國人 你們到底腦袋是怎麼一回事 你是嫌台灣人人太多死不完嗎 海荒鮑魚乾杯E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質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黏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GTI714 享有折扣